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ra的Bible Reading 2012月9日的時候 上次就說到 在現在這個世代 讀經或閱讀 遇到的挑戰和困難 很難去集中精神 因為現代社會 電視是訓練我們的眼球 不是訓練我們的耳朵 或者不是訓練我們閱讀的能力 再加上在很短時間 已經接收到很多的資訊 同時我們一搜尋找到那些資訊 以至我們沒有專注力 沒有耐性 靠著閱讀 或者聽到 等待答案 或者自己去發掘答案 但其實發掘答案 和立即找到答案 但是內中是有個分別的 那視乎你是追求一個知道 知識 還是一個知識的內化 很多東西其實是知道就可以了 那你即時搜尋就可以了 譬如 牛油果是甚麼來的 你搜尋 即是搜尋個字面解釋 簡直走去Google image 看看圖畫 立即明白 但是如果是一些內化上的事情 你知道愛是甚麼意思 你知道怎樣為止關心人的 你去探望他的 但問題是你做不到的 那你讀的時候 去發掘的時候 其實是容量自己去購入 那一個理念 以至到你不需要焗出來 而是很自然地慢慢流露 那這個是需要不停地去讀 不停地去溫習 不停地去提醒 那不是一擊就行的 除非你在MATRIX的世界裡 那是另一回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讀經去發掘 慢慢去找 是有他的價值存在意義 在當中 不是一擊就行的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一擊就行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有甚麼方法呢 我自己試過 或者是 我相信不少的電影節目都試過 我以下我講的方法 希望幫到大家 那第一個方法 其實在我們去土修會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用的了 就是先安靜後墨想 先安靜後墨想 那容許自己有段時間 去在神面前安靜 等候神 那對於我們 幫助我們專注 是有好處的 那 例如你可以先起肚 或者先看一些風景 又或者是唱首詩歌 那 之後呢 其實在當中 可以挪開我們的雜念 那有牧師教過 以前的牧師 他就說 你嘗試如果有雜念來到的時候 就是let in let go 那意思就是你有雜念 不需要對抗他 或者哎呀死了 我有雜念 我有雜念 是沒有用的 那你就說 我有雜念 那現在 ok that's ok let it go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 也是ok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呢 我自己會覺得 在平時日常生活當中 是難有一個即時安靜的時間 到你安靜到的時候 可能你已經要 move on 做別的事了 那我推薦第二個方法 就是呢 透過讀聖經來到去讓自己安靜 這個是我們承認 我們自己沒有能力去安靜 敷讀聖經的時候 敷親近神的時候 你那個 無論你的專注力去到幾大 那其實不重要的 因為讀聖經的時候 可能你體斷無尼那間的經文 但是因為跟你的生活是完全無關的 那所以呢 其實是讓你抽離了你自己的生活 專注在神那裡 讓聖經幫你安靜 那你可能讀完聖經 不知道什麼 但是你可以安靜 那麼關鍵點呢 在這裡呢 就是 你知道你自己的 concentration 的時間不多 那你就把你 靈修親近神的時候 攀睡它 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早 午晚 無論有任何時間 你一有時間 就看聖經 現在手機方面其實做到這個效果 我自己是一個 專注力極低的人 我不可能讀一本書 讀超過十分鐘 那我的方法就是 我同一時間讀七八本書 以至到我 焦點是短的時間 有人說過這個方法是好的 因為左路和右路 那個功能時間是不同的 那當你看完一本書 再轉第二本書 或者是再轉另一種 activity 再回去 那個吸收能力是大很多 尤其是現在專注力比較差 我們 我自己講的我自己 那我覺得 譬如我讀五分鐘 然後看另一本書 或者做另一樣東西 讀可能學西班牙畫 然後再回來再讀五分鐘 至少你能夠明白一部分的意思 那第三個方法 可以幫到我們 雖然我們專注力不夠 或者雖然我們敵焉不背 那怎樣能夠建立到一個好的 讀經生活 那 我們之前說過 因為讀經是很難令到你 你找到一個很 consistent 的一個 enjoyment 或者是每一天都有量感 每一天都有得著 那樣的 但我們當然需要有明白 當然需要有得著 不是純粹是一種靈感 那 那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即是我的意思是 怎樣能夠培養到那個習慣呢 因為如果不 consistent 的時候很難 build up 就算你讀完之後很容易 即是有人說過 不知長期有一天做同一件事 就可以 build up 到一個習慣 但是讀經呢 難做到這件事 就算你 build up 到有一天之後 都很容易 drop off 那我會覺得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attach to 你生活上面 一些很重要的項目 而你一定會做的 例如我以前學生時代 我是天天都會去 library 讀書 在我去 library 讀書之前 我就讀聖經 那我就guarantee一定讀到 那又或者譬如你 有些人 譬如在排泄的時候 會不停在看雜誌 看ipad 看電影 那一小時都不出來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頭五分鐘看段聖經 然後再看ipad 那一類 那這類方法 如果你定義來捆綁這兩樣東西 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的 至少在我身上也是可以的 那這三種方法 先說到這麽多 希望如果你按照做 選擇其中一種 或者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例如你有很多時間去安靜 星期六日才算 但我經常覺得星期六日更忙 那你就可以用第一個方法 先安靜後默奢 平時是一個超級忙碌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它拆碎 等車 等去手間 或者是等開會 那時候看點 那第三個方法 其實就是幫你 表達一個穩定 consistent的 零收生活 或者默奢生活 那樣就是 找一件東西 是你attached to 的 然後呢 就去把獨經 加進去 那希望幫到大家 那下次就會再說 多一點點 獨經本身 在這個大時代的挑戰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 拜拜